主料,牛肉400克,土豆2个,辅量,油,盐,胡萝卜半个,棉白糖,料酒,多粒粉一袋,准备时间,准备土豆2个,胡萝卜小半个,牛肉一块,所有食材分别切块,土豆块,胡萝卜快洗净,牛肉快下锅,盘水里焯水一下,倒出洗净,备用,油锅加热,加入了一片蒜末,爆香, 倒入牛肉换,翻炒,加入适量料酒,翻炒个几下,加入土豆换,继续翻炒,加入少许盐,棉白糖,继续翻炒,这个过程太干的话,加入少量水,加入咖喱粉适量,翻炒,继续翻炒,加入一碗精水,加入精水量如土所示,不能太少,因为要把土豆,牛肉煮熟透,盖上锅盖, 继继继继续大火煮,随时观察,可以自到调小火量,只手小,土豆松软,就可以关火,调味,出锅,烹饭技巧,牛肉切块的时候,不能太小,捉水后,就更小了,我就是泡不熟,切的小了一些,如果自己吃是可以的,想要验测就要切的大一些, 用咖喱块烧出来,味道更浓郁,我这次是家里有现成的咖喱粉,就直接用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